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乳头六样病毒感染的机会是方方面面都有可能的 比方说性生活甚至有一些 它因为是病毒感染 所以说感染的途径也是比较多的 常见的就是性生活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就是说如果有性生活的妇女 她感染了已经感染了公颈 人类乳头六样病毒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说她也不见得就必须要打这个公颈癌的育苗 如果说是没有性生活的妇女 包括小孩小女孩刚刚来的月经了的 所以说这一部分人打是有一定的防御作用的 我倒是有同学的 我倒是有性计辩的 最能的男生在这里 她们不确定的路面 可以再次生亡 就是对对对彼云大的 他们也有兑淡 对对对对对对